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形式 谢谢 您肯定是弄错对象 问这种问题 你肯定不是问司马南的 我看您是那个题目 加了一个定语 近期中国发展形式 天哪 这谁写的题目 你是问国务院的主管 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或者问防岗经济学家 我不等 我就是个普通的老头 胡同里边看着各家做买卖的 有人亏了 我那条街上 有人亏了 换了个老板 换了老板接着做 因为疫情 所以都戴着口罩 今天风明天风 日子确实难熬 中国经济真的很难 难道我们现在经济低迷 很多人没有收入 失业 小铺子关了 平台企业 把其他的地方都给占了 那怎么办呢 我的看法是 日子还得过 慢慢往下熬 车到山前必有路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咱家这样过 别人也这样过 比较起来世界上 向中国过的还不是太难 咱们去年增长百分之六点几 前年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是18.5 全年平均下来百分之六点几 这个数字啊 全世界横着比 数着比 已经不知道让多少国家羡慕死了 所以 我想起老电影里面一句话 兄弟们 我们难 共军更难 倒过来 我们共军很难 但是呢 美国那日子也不好过 没有好过的人家 人类文明走到了这一步 相比较而言 中国还有优势 至少若干优势 一 中国产业集群效应 也就是说 咱啥都能造 啥都能生产 村里村外 三角洲 珠三角 团波海 经济圈 没有不能生产的 过日子嘛 如果我们不想那么复杂 开门七件事 日子能维持下去 天要下雨 娘要这个 夹饮 还要生孩子 过日子而言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过得下去 而且我们是产业集群效应最强的国家 有的国家产业空心化 口罩都是made in China 呼吸机made in China 所有的东西都made in China 或者made in India 那怎么办 人就也得过 第二 我们有超强的组织能力 有句话 建党一百年的时候 曾经被也用过 中国人民 是不好惹的 今天的中国人民 已经组织起来了 惹了以后是很麻烦的 这话大家都觉得特给力 是吧 谁的话 毛主席的话 一句话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的 地缘政治学的概念 就叫做国家动员能力 中国的动员能力到什么程度 刚进咱们这个小城市 哇 按到那地方 查这个 查那个 任何一个社区 我告诉你 就这一条 甭说西方国家 香港都做不到 咱们觉得很麻烦 咱倒过来想 这叫做巨大的组织优势 所以 国际国内两个循环 国内循环为主 那就是说 咱们慢慢过日子 熬得过去 留的青山寨 现在没有那么险进的局面 眼下日子总还熬得过去 而疫情现在 我看谭德赛昨天说 形势依然严峻 但是呢 毒性在降低 现在已经不到废了 假如死亡率 继续不定降低 真的就到一个大号流感的程度的话 那就一切 take a new looking 又恢复到一个新的生机和面貌 人类历史 本来就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有市值 我们有这个核酸检测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是过去 死一发自人 剩下的人接着活起来 只要我们有几十年的安定 人气 人间烟火 活力会重新展现出来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的成绩在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比较起来 在今天的世界上 就经济发展形势而言 中国不是最好的 但谁家是最好的呢 即使中国不是最好的 中国也是比较好的 14亿人的经济体 2020年全世界 唯一正增长 2021年过得不错呀 2022年 我们未必是最差的 所以红军那时候都能走过来 苏维埃共和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 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地盘差不多 今天浙江那么大 当时灭国之灾 后来49年 天安广场又竖起红旗了 因此 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 心里面有红旗 我们的日子不会太差 谢谢大家